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议论台上的这位宋小姐长相实在太惊艳 就是嗓子不太好 声音有些低沉 歌剧结束后 宋丽玲换上一身红色糖妆出现 外交官看傻了 浮起勇气才上前搭话 两人开始友好交谈 外交官发现宋丽玲不仅长相出众 还相当有思想有主见 宋丽玲告诉外交官 你想看真正好的戏剧 哪天来北京戏院 我会在那里表演京剧 说完 她对外交官娇羞一笑 优雅走开 外交官回到家和老婆坐在床上 脑子里却一直想着宋丽玲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外交官穿过热闹的北京小巷 找到宋丽玲说的北京戏院 她换上戏服 在台上唱了一曲《贵妃醉酒》 外交官又一次被勾了魂 散场后她来到后台拜访宋丽玲 宋丽玲隔着帘子正在换装 散开长发 映出身材 她突然掀开帘子 神情妩媚 似乎有意勾引面前的这位外交官 随后两人一边走在城墙边 一边交谈 宋丽玲问外交官 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 是不是有某种魅力 外交官点头承认 宋丽玲又说 这种魅力其实是相互的 外交官听后暗自窃喜 不舍得把宋丽玲送到家门口 离别前宋丽玲脸红着留下一句话 几天后的深夜 外交官敲响了宋丽玲的家门 开门的是一位老妈子 她好像知道外交官会来 喊了一句 你快来 她在等你 宋丽玲从房间出来 披着长发 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的睡衣 她对外交官说 你来是有危险的 外交官说 我不在乎 宋丽玲递上一杯茶 外交官顺势握住了她的手 宋丽玲慌张躲开 外交官仍不死心 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 抚摸拥抱 短暂亲密之后 宋丽玲请求外交官离开 而外交官威胁道 如果我现在走了 很可能就不会再回来 宋丽玲听后生气跑开 外交官摸着自己的嘴唇 回味刚刚的一吻 从那以后 外交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没有再见宋丽玲 宋丽玲的心被吊了起来 不时给外交官写信 露骨地表达爱意 外交官看到后 兴奋地跑到宋丽玲的房间 她今晚来是想要一个答案 宋丽玲半推半就 接受了外交官的求爱 两人抱在一起 宋丽玲告诉外交官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她说中国人注重端庄 她希望过程中 自己能穿着衣服 外交官和宋丽玲进入热恋期 她穿上中山装 骑上二八大杠 在长城上野餐约会 宋丽玲问外交官 你明明可以选择一名西方女性 为什么选了我这样胸部 像男孩子的中国女人 外交官回答 你不像男孩子 而是少女 天真的女学生 但真相却是 宋丽玲才不是什么天真的女学生 镜头一转 一位穿蓝衣服的中年女人 出现在宋丽玲房间里 拿出小本子 记下外交官 在整边说给宋丽玲的情报 原来宋丽玲是 安插在外交官身边的间谍 除此之外 宋丽玲还藏着一个 惊天的秘密 这个秘密足以夺走 外交官的性命 宋丽玲和外交官 在交往中有个奇怪的地方 她始终不愿意 向对方暴露自己的身体 她解释说 中国女人含蓄保守 注重端庄 外交官一开始 尊重宋丽玲的想法 但时间久后 她越来越难接受 一天她生气地 闯进宋丽玲的房间 命令她脱掉衣服 宋丽玲很为难 但还是勉强答应 而就在外交官 伸手要脱下她衣服的瞬间 她又说出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外交官停下动作 又惊又细 宋丽玲告诉她 她必须离开这里 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 按照习俗 等孩子三个月大时 她才能带着儿子 从乡下回来 外交官安慰她 是女儿也没有关系 而宋丽玲却肯定地回答 这会是一个儿子 然而宋丽玲 根本就没回什么老家 她找到情报工作的上线 要求组织想办法 给自己买一个婴儿 几个月后 宋丽玲抱着孩子 出现在外交官面前 外交官非常开心和感动 她承诺一定会娶宋丽玲 并带她回巴黎 但好景不长 宋丽玲因为特殊原因 被派去乡下劳动改造 外交官独自一人 回到了法国 她离了婚 降了职 过着穷困潦倒的独居生活 她始终挂念着 自己的爱人宋丽玲 和他们的儿子 就这么等了几年 这天宋丽玲突然出现在 外交官的门口 宋丽玲小心地问 你夫人呢 外交官回答 她正在我怀里 重逢之后 外交官得知 他们的儿子被留在了中国 要想见儿子 就得用情报来换 两人在文化交流的掩护下 开始偷偷传递 敏感的情报文件 一天外交官 拿着一个外交文件带回来 而法国的情报人员 早就守在了家门口 外交官和宋丽玲 被抓了起来 以窃取情报罪 被告上法庭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外交官坐在被告席上 亲眼目睹了 正罪三官的一幕 她分明是一个男人 法官看了眼外交官 向宋丽玲发问 她知不知道你是个男人 宋丽玲回答 一道晴天霹雳 外交官彻底傻了 这么多年来 她爱上的居然是一个男人 一个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在被转移到牢房的囚车上 外交官依然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她需要证明 于是宋丽玲第一次 在她面前脱掉了所有衣服 外交官看了一眼 彻底崩溃 她已经哭不出来 只是笑个不停 笑自己 笑命运 结婚数年之后 她才发现自己的中国娇妻 原来一直都是个男人 甚至连儿子都是买来的 她的事迹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 她受不了这样的起始大辱 最终在监狱割喉自杀 这是一出中西方差异和隔阂酿成的浪漫悲剧 更惊人的是 她改编自真人真事 宋丽玲的原型 是一位名叫石佩璞的清秀男人 是北京青年金剧团的编剧演员 于2009年6月30日在巴黎去世 享年70岁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评价这位奇人 她的身体可以一分为二 一面是身体本身 另一面是她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